民眾打火車趕時間 咱們錢驗票卻卡住 輕輕一碰臨界就噴出去 更扯的是竟然只用交代年一年 只剩電信連接看起來並行事 然後後面每次又塞了一堆人 塞了十來公尺都塞到電梯口輪 看起來有點涼瓜 會覺得都是都不在工程吧 離譜的還有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車站大廳動不動就漏水 這裡更扯 小堂堂高雄火車站 竟然用水桶加雨傘倒扣來接水 畫面太離奇 經驗人員不斷拖地 人行到基層小水灘 月台也漏水 不小心滑倒恐怕掉落在鐵軌上 我覺得這樣可能不太行 太簡陋了 很多人都不太方便的 就是都要繞 甚至連椅子都生鏽壞掉 堆在牆角 高雄車站砸重金兩百億元新建 下雨天只有漏水 好垃圾 三塊座站也一樣 逃身體變成小瀑布 古山站天花板漏水 手扶地匯集成流 這叫乘客怎麼搭 這怎麼搞的 好像第三世界 紐約地節那麼誇張 台鐵發聲明 閘門年份已久已經報休 逃身體積水已經改善 身體漏水改善中 政府砸大錢 鐵路地下化 蓋車站卻漏水 機器壞光光 爛到要用雨傘接 施工品質真的要好好檢討 記得今天中蔡文劉士之王 書宏高雄報導